发生了一起情杀案 这是一名黄姓男子 因为口角跑到女朋友 开着杂货店内拿刀砍人 造成女朋友送医之前 就没了生命迹象 男子犯案后 想不开喝了农药 目前两个人都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另外一位太阳是 昨天的高雄 发生的居然是面包师傅 为了房产 居然是连轰了两枪 连轰了十枪 造成两个人死亡 这一名64岁的方姓嫌犯 其实跟他的前妻 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大约大概有18年这么久了 在18年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其实还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么这名方姓男子 他本身很喜欢赌博 而且还有长期的家暴 两人亦有一子三女 但是目前这名前妻 其实因为住在一起 他还是有家暴令 他的家暴令大概今年的6月多 才会过期 那么在9年前 这名方姓男子 因为罹患了淋巴癌 身体不舒服 所以就把他的面包店给关掉了 但是由于爱赌的关系 真的是缺钱 现在想要找钱了 找到前妻 为何特别找到前妻呢 因为他们家的房产 这个房产是登记在 他的前妻名下的 就这样 昨天晚间 他带着枪 然后跑来去跟前妻理论 那么当时前妻附近 还有两个朋友 一看到前妻来了 赶快上前去劝阻 这时候 这个方姓男子 突然就掏起枪来 对这两个人连轰了10枪 其中有人中5枪 有人中了3枪 总共打了8枪 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前妻当时真的吓了一大跳 他从来没有想到 前妻居然会带枪来 而且当时前妻就对着他们喊 说要一命换一命 那么这两个人 在送医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是不致死亡了 而最新的消息是 对于这个方姓男子 逃了一整个晚上之后 高雄警方在今天 已经将他逮捕落网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就是这名开枪杀人的 方姓嫌犯 他从昨天晚上 大概6点的时候 犯假杀人 和枪杀了两个人之后 就接连逃亡 骑着机车来逃命 当下是骑车 骑到了高雄陵园地区 今天早上的警方 就在高雄台88的桥下 还在这个合体旁边 逮捕他 他看到警方的时候 不反抗 也没有任何的挣扎 立刻乖乖地就犯 而他杀人的手枪 就放在机车的车厢里面 那这起意外是发生 在昨天晚上 将近6点的时候 在高雄大树的火车站前面 当时这名方姓的凶贤 就是为了房产的问题 要跟前妻来谈判 两人离婚18年 不过还住在一起 还有房产的纠纷 因此谈判一言不合 他竟然气到冲回家 拿了一把枪 要来找前妻算将 没想到当时 有一名武姓跟刘姓的友人 想要来当和事佬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开了十枪 其中有八枪 就设在这两个和事佬的身上 两人分别中了五枪 还有三枪 送一不至 当时前妻是逃过一命 但是非常的害怕 而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因为这两名和事佬 是为了劝说 竟然被枪杀 因此亲友非常的生气 包围了派出所 希望警察赶快把他活逮回来 那今天上午 在逃亡十五个小时之后 这名方信休闲就已经落网 现在警方正在征讯当中 希望还原整个命案过程 以上是最新的讯息 主播 目前在画面上 是我们的高雄市议员 黄绍婷 议员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想问 高雄市 最近才开始换了警察局长 没想到越换情况之下 怎么好像没有想象中 治安会越来越好 因为根据短短的统计 高雄这两个月就发生了 17起的重大刑案 是六都之冠 那么昨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议员你本身在当地府 你怎么看到这件事 我想其实陈吉迈市长 从去年8月底就任到现在 其实高雄市的治安 给外界的所接受到的讯息 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有讲到的 统计中从今年的1月份 到2月份当中 六度中的重大刑案 高雄市也是居为首位 那比方说高雄市的治安的败坏 甚至像昨天的这个枪击案 也凸显出高雄市的这个枪支的泛滥 其实从上个礼拜被公布 这个17件的重大刑案 是六都之最之后 其实在短短一个礼拜内 高雄市在街头又有两件的枪击案 一个是前两天发生在美术馆区的 一个掳人勒索的 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发生在大树区 这个非常令人遗憾的 两位劝架的无辜的市民朋友 被开了将近10枪 两个都送医期间就已经身亡 那所以说其实好像 陈吉迈市长任内 历任了三个警察局长 好像换了警察局长 高雄市的治安也没有办法 来变得更好 那我们追根究底的原因 会让人家感受到 是不是整个陈吉迈市长的 在市政的作为上 尤其是在治安方面 第一个是整个人事的斗争 大家都很清楚 在1月份的时候 前局长就是刘柏良局长 在大家认同他的一个 虽然短短的在高雄市接长几个月 但是他整个要去改变 整个高雄市警戒上面的士气 还有整个执行方面的一些部署的时候 却被中央 还有被陈吉迈市长 这个无预警就把他给更换掉 换了黄局长之后 重大刑案还是再不断的发生 这表示说这个人事的斗争 其实只是就如当时我所预测的 其实人事的动荡 其实造成了基层的警力 是不是其实士气比较不能够提升 其实也让这些萧小 这些不孝之徒 他反而会更有机可乘 所以说治安的问题 陈吉迈市长 他一定要真的非常确确实实的 如何来让治安工作 真正的务实的到位 尤其昨天这一位 这一个方姓面包师 他持枪去射杀了两位无辜的市民 刚刚主持人也有讲 这是一个还在保护令当中的一对 家暴夫妻 那等于这一位方姓师傅 也是一辈列管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一个列管的人 手上拥有枪支 我们的治安人员 我们的社工人员 完全的不清楚 那陈吉迈市长 你整个市府团队 治安也好 还有你的社会皇后王 到底做得怎么样 为什么随随便面 高雄市的街头就有枪支会出现 难道高雄现在 就像人家在枯首的 已经变成名副起始的一个 庆祭之都吗 还有网友也在枯首说 高雄市等于根本就是 所谓的一个高潭市 在蝙蝠侠里面的高潭市 所以在这边 我要在这边要呼吁陈吉迈市长 你8月底 重新上任高雄市长的时候 你口口声声说 这是个光荣的回归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治安败坏 枪支犯难 高雄市民 他整个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都没有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 你还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回归吗 我希望你好好的做实事 把治安工作好好地做好 不要只会做一些大内宣 你要对于这些社会的黑暗面 这些角落需要的人 你要真正的落实治安的防治工作 这个才会让高雄市的人 在一个治安无疑之下 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是 也真心希望高雄市 不要变成高潭市 让蝙蝠祥变成代言人之好 他真的不要出现 也谢谢议员在我们线上 感谢您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接着来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